歡迎回來 要帶大家一起來看到缺藥的問題了 近期是除了社區的藥局缺藥之外 就連醫療院所也傳出了缺藥的情況 藥室工會的全聯會副秘書長 陳韻瑩就指出 包括抗生素安萌西林 還有安比西林 以及抗凝血藥 還有開刀石插管用的肌肉鬆弛劑 等大約三十四項的藥品 都有缺藥的情形 是要改買其他的品牌來替代 而陳韻瑩也表示了 其實醫院短缺的藥品 跟社區藥局不同 而且部分的藥品 已經缺藥長達一年以上 目前醫院短缺的藥品供應量 最多只有平常的七到八成 至於目前最讓醫院端頭痛的 就是抗凝血藥物的短缺 主因是因為全球原藥短缺 從去年開始供應量就不足 近期則是完全的斷貨 因此健保署就表示 將持續的來溝通 並且是需要規劃缺藥中心 必要時也會研議修正 健保法相關法規來應應 哈囉大家好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